国家复苏理事会昨天建议政府最迟明年1月1号开放火门 让外国游客入境旅游 止损旅游业 眼看外国观光潮只剩一步之遥 并称旅游景点业者协会主席庄学藤就建议政府 加速拟定和公布对外开放的政策细节 好让业者提前做好准备 由于市场涌现暴富性旅游现象 庄学藤也大胆地估计 国内旅游业将会在未来三个月全面复苏 全国免疫屏障越发牢固 国际旅游限制放宽也已近在咫尺 槟城旅游景点业者协会主席庄学藤 在接受本台专访时透露 很多重开边境的国家已经在积极抢客 为的就是复苏当地过去两年为米不振的旅游业 庄学藤解释 后疫情时代的旅客更懂得货比三家 把各国入境的防疫标准纳入旅游考量 他举例相比起落实14天强制自我隔离的香港 泰国的出发前后筛检政策会更受国际游客青睐 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快马加鞭 拟定和公布对外开放的所有细节 包括允许哪些国家的人民入境我国 这样一来不仅能让几乎淡尽粮绝的旅游业者展开针对性宣传 避免资源浪费 更能让国际旅客锁定旅游大马航线百利无一弊 在他看来目前旅游业已经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开放一定要开放 一定要开放 因为真已经打了 能做的全部都做了 现在就是要过疫情后的生活 大家要自己要保住自己的健康安全 这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们的生意还是要做 做商家的也要保护到对工人 对客户的安全 那也是很重要的 随着政府解除跨州旅游禁令 国内旅游也开始走上正轨 庄学腾指出 国内市场出现暴富性旅游 早前保持观望态度的民众也开始趴趴走 因此预料旅游业在未来两三个月就能全面复苏 你看州的边界一开放 它的搜索 它的提升都很快 因为毕竟人家关得太久了 有的跑就跑 有的走就走 可是我们工会要求 就是test then travel TTT 就是自己测验一下自己 在还没有出门前测验自己先 没事再走 尽管旅游业生意见入佳境 但高峰期仍然局限于周末 因此还需外国游客入境 推高平日旅游消费水平 针对近期回升的疫情 会否为重开边境带来变数 庄学腾不置可否 强调国人得走出疫情泥泞 学习与病毒过日子 教学习 学习 修飞 学习